主席 副主席 还有新加坡的诸位法师 诸位联友 各位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很高兴 一年一度得红法 今天就要正式开始 先说一下 今天我的心脏不太好 是因为我的电脑烧掉了 真的 是不是开玩笑 我觉得我刚才好像是经过了中阴森的感觉 就是一刹那之间 所有东西都毁了 真的 我从下午一直紧张到现在 所以我今天感触比较多 也谢谢刚才有一些朋友 还有我的学生 帮我抢救 所以电脑大概在六点多的时候才送回来 但是我帮助各位的愿心并没有改变 所以我先说一些话 那今天呢 因为是显密圆容观音法门 请看幻灯片 第七部分 也就是第四卷 我带来了很特别的礼物给各位看 是今天我会放 今天放一次 礼拜天我会再放一次 尼泊尔朝圣短片 我足足做了两个多月 新加坡的联友非常的虔诚 也很有水准 我觉得呢 我没有做功课 我好像不太敢来这个国家 那当然我是很真心的 所以待会我想 我们会先诵经 因为是第一天 我还是想跟各位打开 一百一十六页 一百一十六页 所以请旁边的灯可以先打开 因为待会我们要诵经 那因为是 这是最后一次 把大乘庄严宝王经 Om Ma Ni Ben Mi Hong 全部讲完 所以希望各位 你不要缺席 若没有的话 请两个一起看 因为我坐在这里 心情是有点复杂的 因为各位不知道 要成就一个法会 是要利益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多的障碍 不然各位说 我这几天也就感冒了 因为法师虽然剃头很光头 很庄严 做飞气的时候 冷气是很强的 所以庄严不用啊 特别装出来 所以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各位有个愿心 就是这六天不要缺席 因为我要介绍的东西非常的多 而且这是最后一次就会圆满 感谢主席跟副主席跟大会的邀请 我是很真心的 全世界都在看 《显密圆容观音法门》这套DVD 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知道 在新加坡有静明佛学中心 所以很多道场都做很多很多利益众生的事 我都很随喜 但是真正愿意投资 愿意出钱 出力 而能够为正法奉献 这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的心情是有一点复杂 也很感动 但是为了这个法会 我自己每一年也闭关两个月 我每天都念六字大明咒跟大悲神咒 求观世音菩萨加持 所以希望这真正的佛法 能够带来给你很大的利益 所以请看幻灯片 这十七到二十二希望你不要缺席 因为每一天的内容我不会重复 有一位佛友很虔诚写了email给我 师父你可不可以说一说 念六字大明咒有没有功德啊 有没有什么利益 有啊 Part1跟Part2我就已经讲过了 对不对 我还是回了你的email了 那当然这一次也是会讲的 那听闻佛法其实在家是现在很辛苦 我真的知道很辛苦 全世界什么都涨 薪水没有涨 对不对 不要说你们 中国物价一涨呢 香港也涨了 新加坡也涨 都涨了两三倍了 我来到新加坡已经快八年了 十四次了 我就可以看得到大家的痛苦指数都增加 内心里有很多的压力 请问这一年你快乐吗 快乐的定义并不只是拥有很多的金钱 钱可以让你得到物质 钱也可以让你点灯做功德 但是钱啊 没办法带来给你智慧 钱不一定会让你得到心灵的宁静 我们讲身心灵 这三层都很重要 身当然有病了还是要看医生 不瞒各位说 我现在跟你讲经的时候 我全世界任由几位朋友的家人 他现在在Hospital Emergency Department 他希望我今天讲经回向 可是我们会有福报 却来这里听闻佛法 第二个 有些人他嫌很有福报 可是心里啊不太健康 第一个 Physical Level 第二个 Mental Activity 总是充满了很多嫉妒 贪嗔 不相信别人 这次讲座也会讲到 第三 有些人呢 他很有福报 吃得好 穿得好 心里也很健康 但是啊 他不相信来生因果报应 他觉得人死了就如灯灭 来生根本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就什么 把握当下 什么叫把握当下呢 去Disco 年轻人曾经跟我讲 师傅 点灯的时候法会来了 然后他就开始 就 点完灯 然后就跟师傅拍一张 耶 师傅请你送金回向给我 他就走了 我说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参加party啊 把握当下 我说把握当下不是这个意思 现在很多年人都很喜欢 喊一些口号 可是他是误解了佛法的意思 佛法没有错 是要你把握当下 把握当下做什么 请各位写下来 来的人间 一 学佛法 二 行菩萨道 去利益别人 这个才是你来人间有意义的地方 好 现在我们请合掌 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待会我们开始诵经 送完经以后 我会给各位看一部尼波罗短片 接下来我们开始讲经 今天结束的时候 还会带大家念 《乐障吉祥经》发愿文 所以第一天是一个好的缘起 请各位合掌 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一起念 阿弥陀佛 请看混沌片 在诵经之前 我想提醒各位两个重点 假如你问我 我们今天下了班 为什么不去看电影 下了班 你为什么会期待一年一度的观音法会呢 当然你有很多的理由 你可能会说 哎呀师父我最近呢 不太顺利遇到了很多障碍 哎呀师父啊 我最近病痛很多 我也想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师父啊 我最近呢 交朋友又不太顺利了 我常常好像被人家欺骗了 没有错 你都有很多很多的 世出世间不同的理由 来进入佛堂 那请你背起来这句话 你若问我 南传北传藏传三称的教法 佛陀讲什么 一句话就是这句 为力众生愿成佛 这是非常伟大的 因为这样 所以待会你来念 《华言经》《观字载章》 你就会升起功德 为什么 佛法有法的力量 佛他有他无尽究竟 悲心智慧圆满的功德的力量 而我们呢 会有一份虔诚 恭敬 相信三宝 而愿意修持跟解脱的力量 可是这个力量非常重要 接下来请背起来 为了利他 我愿意要改变自己 修行要先从改变自己 假如你听了很多佛法 当然我很恭喜你 可是假如你听了很多 你一样脾气还是很坏 听了很多 那你贪心一样还是很重 然后呢 你对很多事情还是很计较 那我觉得就有一点点可惜 为什么呢 因为佛法在你心中 没有产生转动的力量 因为你没有转动 所以就很像中国古来讲的 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啊 你心里想我要对别人慈悲 可是看到婆媳之间呢 你还是呢 明争暗斗勾心斗角 所以这样子的话是不好的 你为了利他 我先要改变自己 那有时候我们会碰到困难 哎呀我明明知道不要发脾气 可是我又发脾气怎么办 念六字大明咒 仰仗大悲观音菩萨的力量 就会慢慢慢慢慢慢 改变自己 但我们念经也是这样啊 不然念经做什么呢 我刚会放CD不是更好吗 所以请你背起来这两句话 一 为利众生愿成佛 第二 为了利他 我愿意改变自己 那你有这两个 就是菩提心的基础的话 那你念经呢 就会升起广大的功德 好 请合掌 那现在念的是华严经 善才童子五十三参 这个参访大悲观音菩萨的功德 好 Lamma page 116 请合掌念善称华严会上佛菩萨以后就可以放掌 第一天我们会念 第一天我们会念 这次讲座因为我教的东西要很多 所以我只会第一天诵经 然后呢有一天教禅修 其他不然我一期经文会讲不完的 好 请合掌 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 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 摩花严会上佛菩萨 摩花严会上佛菩萨 大意描远应勾 称赞大神智慧神主 还能与一切众众众 平等大悲痛意味 一致同愿不求忠忠苦难 想念菩萨最深深同理凡夫大地 不为难又能看见余大海 临大山望前震动神之菩萨 大明问好悦大悲观赐 在云河我已威劣 至于人生的能称赞 神之主公德无端无尽大悲 门应是法其清静 行神我智慧 天才利我尽处于大众慧 一大勇猛而过 擦尘阳参叹妙庄颜 知臣无邪卷入大方 望聚法 终因彼一切诸法 天菩萨叹妙庄预测 天菩萨迦相妙色 身处于众慧 无论匹菩萨故 东牛王妙色 东牛王妙色荣郎如鸡 聚聚足光大不提 愿不离一切 祝天人种种花满一夜 摄顶上真尽妙 宝观光明尽妙过 祝天彩得 神朝世如愿光庄彼柳 绕外相名如今月 论定相逢起若 何须密断言振作 如痴如窑 细尽调色微妙 将方光明尼 泥露霹桌下去 能灵见这身 欢喜妙身种种 庄颜香中所所济 如上妄要吹上妙情记 一如云谱显雾 变色珍珠三道 为角落犹如世主妙 也身横方尽光 不照明亦如郎 空间森色尽妙若 精山犹如斩破 夹花菊 夹花菊一百应落为 也身如百龙 妄幻绕身 手指妙莲花色 如上妙正记 举皮流离 宝衣维尽 未尽大自为理 灵开发出过天人之所 有不方便 有不方光明 有日轮 险险如载妙高 山下几不寻于一切云 何归不躲灯黑色 最强几世 此臣或渡海彼此 此臣或渡海彼此 心寄于众众诸位 难终构 难终枯其福 所上破一切 故随于我之主 以为大悲 心品灯酒 必众生愿妙报 为神作物灯莲花之所 持百千妙福之所 尘重妙莲花 所围绕妙神光清几 色重真身一耳 拯救诸天忠忠相 先共赞叹人公 等罪尊能发清几 一处理一切又不 心卷出快乐 心卷出快乐 共患于一切妙国 皆愿满大龙王主子公主 长举妙之大鸟王 婆错相参守主 故或有众生如荡 海与风孤狼如雪 善若沙漠皆愿 来吞功不惊慌 无所救或欲 醉相耳奔注中 难知所缠知心 难知所缠知心 一念大悲尊 如是一切物 有不大事善望 有动苦其苦 有神即可谓 有犯王法 有犯王法所缠终 有犯王法所缠终 大悲尽大悲尽 心静守舍去 一念诅咒 神灵欲 一切儿难中 我的无忧 安迎了我 敬叹叹 人天主罪 得大善望三度 一场行 小处福之无恙 如大海调腹 众生无邪 全力乐平等无缘情 全力无散 全力无散 妙静善一切分不解 者 旧不与世方主持戒心 灭众生谢戒心 祖火如来无常 神仆愿 众生现正的 南无大悲观世音部 沙南无大悲观世音部 沙南无大悲观世音部 沙南无大悲观世音 继续音乐 佛比阿弥陋道西丹佛比阿弥陋道比较难地阿弥陋道比较难地阿弥陋道比较难地 千米尼切切那尺的家里说佛何南无阿弥陋道佛耶多达 佛何南无阿弥陋道佛比阿弥陋道西丹佛比阿弥陋道比较难地 阿弥陋道比较难地千米尼切切那尺的家里 好 各位念得很好 很庄严 那这六天的法会 我第一天只念这一次 然后其他天我就不念 但是我现在给各位一个功课 请各位翻开到 基本132页 对不起 因为要教的东西很多 132页 请你今天晚上回去 132页到134页 先预期一下 对不起 因为当时很赶 我并没有时间请新加坡的佛友 帮我打汉语拼音 没关系 你就先回去读一遍 这是往生论著的寄送 我会选一天教各位 那看不懂的呢 请你上网查字典 现在有新加坡中文 还有简体字跟繁体字的字典 请你先回去查 132页到134页 好 那现在 请各位看短片之前 先不要关灯 等一下 待会放短片的时候 中间请留着 左右才请关 对不起 我是老师 我很重视教学气氛 然后 请看122页 第三十说 观世音菩萨 普于十方诸世界 熄灭众生邪见心 请把这句话画起来 术祸如来无上身 普愿众生贤正德 佛法不管南传北传藏传 都要从五戒十善开始 五戒十善里面呢 其实我们常常不要贪嗔 不要做贪嗔吃慢疑的事 要守戒律 不要杀到淫妄酒 其实最后一条戒 应该是改为比较邪见 不要邪见 在十善业道经里面讲 邪见是障碍你最深的 在楞严经里面比喻说 什么叫邪见呢 误把沙当成饭去煮 各位一定有这种经验吧 今天肚子很饿 先生要回来了 家人回来 赶快煮煮煮煮 就煮好了 电锅的插头没插上去 不然呢 就是插上去了呢 那开关没按 结果呢 饭不会熟 这个必愿很有趣 我想很多人也有这个经验吧 对不对 师傅也会煮饭 但是我从来呢 都会记得要按插头 插头跟按键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来的就是 你拿的不是米 是拿沙子去煮 楞严经说 经过百千万亿节 你虽然很认真很认真很认真的去煮啊 你真的很想修行 可是啊 你却走错路了 这个叫做邪见 尤其是在末法时代 会有非常多样多 使这样的粒子会产生 所以 那 待会我再讲教法 所以我今天让各位看 尼泊尔这部短片 我有些话想先说 我相信你参加了这个 显密圆容观音法门 刚开始你都会很喜欢 很清净庄严的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很庄严啊 对不对 观世音菩萨非常非常的庄严 可是啊 当你听完显密圆容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愤怒相也是观音的化身 可是对刚开始初学的人啊 他会不太喜欢 他会排斥心 他想 哎呀观世音菩萨 怎么长得马头名王 这么可怕 那不是吧 那一定是魔 错 是你的分别 请写下来 写三个字 华言经讲 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智慧得相 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 请写下来 我没有打算单片 自己写 我还是要留一点给你们写 不然你们就会嘟嘟睡觉 华言经告诉你 是精中之王 讲一切的众生 妄想分别 以及执着而不能证得 这就是要斩断你邪见的根 这不论在家出家修行都要这样 举一个例子 各位不要生气 因为是最后一天要圆满 这一次的经文会介绍到金刚称 会正式介绍到弟子要去求法 结果找到的呢 却呢是一位破戒的比丘 他呢竟然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那你听得一定啊 心脏要好一点啊 你说师父讲的真的假的 有 后面经文就是这样讲 可是我们会分别跟排斥不接受 当然作为比丘 或比丘尼要如理如法 要守戒定会 这是佛讲的 可是在这个显密原刃观音法门 最后一段 有一段经文呢 他讲的观音菩萨的化现呢 他就是一位破戒比丘 而且他是流口水的 还有太太的 我这一次有因缘 刚好去日本跟韩国访问 所以这一次也会为各位介绍一部分 日本佛教跟韩国佛教 我现在要讲什么 请传心听 是讲你的排斥跟分别 这是你很难断的根 举一个例子不要介意 各位看到我坐在这里讲经 我是穿大乘的衣服 对不对 可是当你看我朝春短片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我是穿拉玛的衣服 可是有一些连友就很奇怪 很喜欢师父参加咖啡色的衣服 就不喜欢我穿红色的衣服 那请问 红色的衣服跟咖啡色的新红色 是同一个还是不同一个 回答我啊 同一个还是不同一个 同一个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穿拉玛的衣服呢 你说师父会看到你的毛 你没有毛吗 这就是你的分别 写下来 你喜欢庄严的观世音菩萨 可是你不喜欢 愤怒本尊的观世音菩萨 注意听啊 我先讲的都是正法 只是告诉你 你的妄想分别 执着让你无法开悟 所以听闻经文 要这个依佛而说 但是你也要知道 为什么你要打开自己的心量 下面请写下来 很多的佛教徒是呢 门有打开 但是你的心是关着的 Welcome to my home Have a tea 可是都不甩人 应付人 你看 你请了你的朋友到你家 你门是开的 可是你的心却是关着的 所以在介绍尼泊罗短片之前 我有几个要说 第一个就是 很多人对金刚秤是误解的 举个例子 我有时候跟人家谈到金刚秤 就是哎呀师父 你这当个炉盛宴啊 有在给浪他还有 对不对 他根本不是佛法嘛 不然就讲青海无上师啊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今天批评的都是佛教最不好的 那请问南传北传藏传 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圆满啊 没有趁阿罗汉国之前 谁都不要嘲笑谁 大家都是丑陋的 有贪嗔痴 但是我刚才讲 邪见会藏住了你的智慧 卢生院本来就不是佛法嘛 可见你连佛法跟不是佛法 你都分不清 可是大家呢 就不会去提一个人 哪一个人呢 就是我的老师 伟大的高猫吧 你看中国六次慧能大师 成了肉身菩萨 对不对 伟大的高猫吧 他就是真正的观世音菩萨化身 那你为什么不去清静呢 举一个例子不要介意 我今天电脑又爆炸了 所以有点激动 对不起 像我们台湾有全国很多 国小国中高中跟大学的老师 大家知道当老师都是很难得的 可是全国有95%以上的老师 都是很好的老师 很不幸的 老师里面就会有出现贪污的 体罚的 残暴的 还有性侵犯的 可是你不能因为一讲 为老师就把全国的老师 都赶下去 那全国的老师 若都不教书的话 那小朋友不就天下亂乱了吗 同样的 写下来 法是很清静的 因为人有贪嗔痴 所以你才会看到 南传 北传 藏传 有不圆满的地方 其他宗教也有很多 只是我在这里讲经 我不必需要去接人家的苍巴 我批评人家的过失 所以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横河杀树人在修行的 第二个 我介绍这部短片的时候 尼泊尔 听好 那我并不是说 师父这次讲完作 你就要学金刚称 不 我认为你也不一定是资格 You are not qualified 先给我念三千部普贤行愿品 一百万遍或一千万遍六字大明咒 你就会遇到好老师 因为我自己就是过来人 你为什么会遇到坏老师 从佛法来讲有很多原因 其中是你的恶业没有灿除 所以我待会放短片注意听 我是从文化跟艺术的角度 希望你看到莲师满院大佛塔 第二个 文殊菩萨的侯庙 第三个会介绍尼泊尔三个皇宫 最后会介绍两位伟大的上师 也是我的老师 红教顶钩法王 白教蒋公康处仁波切 最后一个会介绍佛陀在阿含经里 亲自跳下去 在尼泊尔跟印度的边界 本身经佛陀舍身为虎的圣地 请看幻灯片 然后待会看经文 请看 现在佛教真正进入了全球数位化 在我们以前学佛 也没有这么多的音乐图片 我很感谢 我们生活在这个很复杂的世界里 有电脑 手机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 全球一个资讯来了 全球都可以看得到 对不对 其实网路上现在也有人用 YouTube跟Facebook红法 我个人很随喜赞叹 但是我不会用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商业精神有正式的官方网站 举一个例子 我不是卖瓜说瓜田 就故意要赞叹主席跟副主席 我来到新加坡八年了 我坐在这个法座上连续已经三年半 到这里是七次 对不对 这是很不容易的 从古至今 大春庄严宝王经 从魏京南北朝唐朝翻译到现在 在西藏的仁波记跟拉玛里面 我听过很多上师都有开示过一段经文 可是很少人 从古至今 把它做注解 我很高兴 我真的没有炫耀的心 我真的很高兴 这是我的highest honor 高度的荣幸 有人请法 我就回去闭关 然后从古至今 我把它科判做完了 对不对 我们常常说 我们要注持正法城 其实正法 有很多很多的定义 请问法在哪里 法在片一切处 在华音经讲 法不是只有在寺庙里 当然在寺庙经典 我们都要有恭敬心 可是请问 出了寺庙就没有法吗 法在哪里 写下来 菩萨道在人与人 一切的众生互动当中 去实践 菩萨在人与一切的众生 所谓一切众生 就不包含人嘛 还包含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 水中掉的 你看佛教的信量有多大 你看我们现在全球 大家都在讲 economy economy 钱 当然钱很重要 我又讲我妈妈 我妈妈说 钱不是万能 没钱万万不能 对不对 我来这里也要钱啊 大会供养机票啊 很感谢啊 对不对 这是一份心意 可是你会发现 我们似乎 只是注重身心灵 身的层面 钱买不到智慧 钱不一定买得到友谊 钱有时候还会有更多的麻烦 比方说你现在存了很多钱很多钱 平常呢我们中国人也讲 铁公斤一毛不拔 对不对很吝啬 你看台湾 我们用了八个财团建了101大楼 现在呢有103又要建了 对不对 人类永远在在比 好那请问 如果你钱很多 有一天如果你断气呢 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可能等一下 糟糕我去了阿弥陀佛 那个钱哦怎么办 你也蛮苦恼的 对不对 所以啊有钱没钱够用就好啊 怎么叫够用每个人的价值不同 可是我发觉 东南亚的很多人乃至全球的人呢 都很在乎外在的东西 可是佛法没有否定外在 physical level 我们要钱 要车子食物 可是mental activity 请问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快乐吗 请问你今天 好师父这一年没有奖金 不好意思 真诚的提醒各位 请问你这一年 你有没有骂过人吗 可能骂过很多人哦 也吵过很多家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要用称心的方法 去伤害别人呢 这不是唯一的方法嘛 接下来 对不对 那请问假如你物质层面很好 精神层面很好 可是我们还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生老病死的轮回啊 这才是佛教最伟大的地方啊 所以为什么佛教有很多地方 会超越基督教天主教回教 而包容性更广 因为他讲的是云云的众生 接下来再看 现在大家知道全球暖化 对不对 台湾今年就有25个台风 美德呢 两个星期就地震一次 我们全球呢 都被破坏了 如果各位有机会去参加过 有机食品讲座 你就知道 大地啊 已经完全被破坏了 破坏了以后 我们先要养地 接下来呢 要养人 接下来要养心 我们因为全球被破坏 所以你会觉得呢 我们大家病痛很多 举一个例子 以前呢 以前呢 就没有这么多的 黑心食品 对不对 现在呢 吃什么 这里有毒 那有树化剂 有防腐剂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啊 很多人晚年呢 喜剩的非常多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是 昧着良心去卖食品 重视佛教里面呢 我们在台湾也很重视 有机蔬菜 就是有机食品 可是有机食品 会比较贵 对 接下来你看 一切众生都有慈悲的本质 看到这张 你会对这个气而笑 现在假如有一只老虎在旁边 请问你会不会对他笑啊 一定跑的 对不对 假如现在有一个蟒蛇 眼镜蛇在这里 在南传清静道路里面讲 比丘跟比丘尼在森林打坐 你禅坐 修安那般那 你也修慈悲观 请问 假如你在打坐的时候 突然一个眼镜蛇 这样来 你怎么办 你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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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走 赶快走 那万一 主义听 假如你今天是阿罗汉 你看到这个眼镜蛇 是你前世的妈妈 你会怎样 你一定放声大哭吧 请问 你会去伤害你的妈妈吗 不会 可是呢 你只是看到表象 对不对 你就觉得蛇会来伤害我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妄想分别跟执着 分別 我們現在為什麼很多會不相信 因為你沒有神通 你如果正到阿諾漢國 對不對 然後你看到過去 現在 未來啊 看一切的眾生 都像你的母親 或像家人的話 你一定啊 就不會想要傷害他 舉一個例子 你現在家裡有看蟑螂 蟑螂來對不對 也有還是啊 上一次 Part 6 還是一個聯友來問我 師父 我看到我家裡的 螞蟻跟蟑螂 真的是很麻煩的 我還是念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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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極樂世界吧 對不起 太激動了 他就問他 你確定他去了嗎 各位都笑了 專心聽 第二個 你確定要用這種方法處理嗎 第三 假如你是蟑螂的話 你被打的時候那是感覺是什麼 這就是慈悲心 這就是我們一般講的同理心 同理心是修大悲心的根本 再講得更白一點 將心比心嘛 了解嗎 我們有時候很多人喜歡把慈悲講得非常深奧 可是呢 他連基本的東西 他不會去思維跟反省 再看這張圖片 假如現在是企鵝 Oh so cute 貓跟狗 Puppy I love you 還親一下 晚上貓跟狗跟你一起睡呢 拉屎拉尿都沒關係 可是現在假如有一個眼鏡蛇 請問你有沒有抱眼鏡蛇睡覺的 有 有人有這樣的怪癖 對不對 我現在要講什麼 佛 請看 他看到什麼 大悲觀世音菩薩看到這個 企鵝的時候他看到什麼 請看 寫下來 體向用 第一 大悲觀世音菩薩看到他 他也會為他合掌 他是未來佛 他也有佛性 第二個 大悲觀世音菩薩看到了這個企鵝以後 他就會去思維 大悲觀音菩薩會用神通看過去 現在 未來 這個企鵝過去造了什麼惡業 而多為畜生道呢 他過去也當過人 也當過天 在人間的時候 他曾經到廟裡面去拜過呢 阿彌陀佛 對不對 有些畜生他看到是貓 他過去呢 拜過觀世音菩薩 觀音菩薩就用神通看他的過去 現在 未來 這叫像 接下來觀音菩薩就會思維 我怎麼去幫助這個眾生 假如這個 企鵝過去是當過人 我在天上或當過動物的時候 他曾經拜過佛 所以你不要小看來廟裡面 一燒香 一頭燭 一敗 對不對 那假如他拜阿彌陀佛的話 觀世音菩薩就開始放光念阿彌陀佛的佛號 一放的時候 他就像聽音樂一樣 就像你們聽鄧麗君的歌劇 和日君再來嗎 或是呢 鳳飛飛的掌聲響起時 對不對 你聽一千遍都不會忘 那假如你常常念阿 普賢行願品 觀世音菩薩他就會放光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世一切仁師子 我以清靜生與意 一切片里金無魚 這就是為什麼 苦口婆心要勸你念經 為什麼 因為透過佛力 法力 跟智力 然後你就 提早解脫 畜生到的惡業 本來你要很苦三十年到五十年 慢慢慢慢 你只要呢 十年 而且你會遇到好的人照顧你 你就可以看到動物裡面也有不好的 不同的因緣果報 我想呢 新加坡的動物園裡面是最有福報的 對不對 從全世界都收集來 吃得好 穿得好 還坑了 Air Condition 對不對 每個人的福報不一樣啊 等到你斷氣的時候呢 你就會來生生到天上或人間 繼續遇到佛法 這是觀世音菩薩怎麼度促春道的 上次講過 碼頭冥王的故事 上次講過 觀世音菩薩度密封的故事 那假如有些眾生從三個道 他投胎到人間 他會要繼續修行 有些人間呢 他修了呢 他就可以往生極樂淨土 有些呢 他的人間還繼續呢 往天上去修行 天上也有弥勒菩薩 也有文殊普賢 觀音菩薩 你也可以繼續學佛法的 接下來再看海 我們現在呢 也破壞了海 對不對 也勸各位在座肉能夠吃素很有善根 如果你沒有吃素的話 師傅是建議你先不要少吃一點海鮮 為什麼 因為大海裡面都酸魚啊 很多啊 海裡面的海鮮啊 魚啊都是有很多的毒的 所以為什麼你會發現這幾年呢 很多書都一直要告你排身體的毒 是因為 病從口入 或 從口出 我們有很多身體不好 有很多原因 其中是因為來自於你的飲食 好 這是我今天要講經的內容 待會兒我會講 《月葬吉祥經》發願文 好 看大悲觀世音菩薩 剛才唸的就是觀音自在章 希望各位回去也好好的唸 然後是一個很好修持的功課 今天我會教各位唸這個《月葬經》吉祥發願文 南傳 北傳 藏傳 我們都是釋迦摩尼佛的弟子 所以應該好好精進的修持 那這一次呢 因為時間比較有限 很抱歉 我就沒有辦法 每天都教你禪修 我會選一天 帶各位禪修 那因為要講的東西很多 所以請各位看 先講調伏我們的心 看 佛教的紅傳 面臨很大的挑戰 也是數位化 所以 你可以看到當佛陀成佛的時候 在印度菩提家也 我也很高興這幾年呢 新加坡 東南亞有很多很多的人 不是說因為我的功德 是很多人很多人一起提倡 跟推動 也到佛陀 銜接 遷佛 成佛的地方 給各位看 複習一下 你看南傳的佛教就這樣 在《阿含經》裡面呢 就只講 彌勒菩薩跟釋迦摩尼佛 釋迦摩尼佛前一生叫善慧菩薩 南傳裡面也不念 文書 普賢 觀音 地藏 也不念阿彌陀佛的 那請問答案是什麼 他的心量 是不是佛的正法 是 因為佛陀對於大學生的根性 他就是教這樣 四聖地 十二因緣 八正道 接下來看 南傳一直講大乘非佛說 真的嗎 大乘絕對是佛說 這在佛在世的時候就變了好幾千年 你不用變了 你看大乘有雲鋼石窟 在從古印度 對不對 在二三世紀經過絲綢之路 傳到中國 這次我有機會會後面會介紹日本 跟韓國 台灣 香港 新加坡 馬來西亞 跟印度尼西亞 這都是大乘佛佛寡的地方 為什麼講大乘 第一 我們發菩提心 二 我們修六度波羅蜜 第三 我們呢 世世常行 菩薩道 對不對 不會因為人家一句我們就否定嘛 對不對 不管他怎麼講我們還是繼續修嘛 接下來 不好意思 佛在 華元會上的時候他釋憲華元三聖 可是在波爾會上的時候他釋憲了第四天跟大飯天王 佛本身是無相的 到了日本 哇 那你就更難接受了 大日如來 各位可以去讀一部經叫大日經 你寫下來 在大陣帳里有大日經 是講東密大日如來的造型 毗盧遮那佛 洪一大師曾經說他以前戒律過 侵蝕過日本的出家人 很不幸我這次去日本的出家人還是可以 吃肉 喝酒 還有結婚生子的 我說幾個笑話好了 我記得我在有一次紐西蘭念書 Canterbury 我唸Advanced English course 當時我們是很多國家的念書 然後第一天我在自我介紹 對面有一個女生 然後上完課 我的英文名字叫Harrison Not Harrison Ford 然後他就跟他說 Harrison I love you very much Can I have sex with you tonight? 我說 My Buddha No I'm not the Japanese monk as you like as you expected 我說對不起 我沒有看清你的國家 不過真正的出家人 是要受清淨犯恨的 是不能夠吃酒 喝酒 喝酒 也不能吃肉 對不對 當然西藏有西藏的問題 他們西藏現在Lama也很多都吃素的 第二個呢 也不能結婚生子 結果我曾經問過日本的出家人 這次我問他 我說這三個為什麼你都可以呢 他很不好意思 他用日文講然後英文翻譯給我聽 他說第一個關於結婚嘛 佛陀沒有出家之前 他也結過婚 你沒有結過婚你怎麼知道眾生的苦 沒有知道苦你怎麼可以幫助眾生呢 那我就問他 佛陀是 先結了婚以後再出家 出家以後他沒有還俗 他就愣了 第二個 日本人可以吃肉 他就解釋有點像金剛城 他說眾生也是很苦的 然後呢我們吃肉之前要幫他念咒 他已經很苦了 所以吃了肉呢他就可以得到解脫 這世世而非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叫相似佛法 第三呢我說你為什麼要喝saki呢 就喝酒煎酒 他說我們要度眾生 現在日本人工作壓力很大 下班就要喝酒 我們跟他聊聊天 我們也喝一下 不會呢 妨礙的 我說那你為什麼不喝茶跟果汁呢 他氣死了 可是日本有日本的佛教 朱壹丁 我這次去高野山空海大師的道場裡 我就感覺到真正有修行人 我再講一遍 因以合身得度者 既獻合身而為佛法 所以我們不能夠片面的去否定 日本就沒有朱家人 這邊呢 寺廟呢 保留得非常好 我這次去了還看到唐朝提示 從唐朝到現在一直保留呢 一兩千年的文物 日本人對於文物是很讚嘆的 對不對 好我這次又去了韓國 我更高興了 後面會講 這個 袁曉大師的故事給各位聽 理由是什麼 韓國呢 我到了這個 叫做 到了一個寺廟叫通渡寺 通渡寺有1350年 保留到現在 現在裏面寺廟都住的是清靜比丘 現在還有人在蔣經也在紅房 那很不幸 我也直說 韓國的出家也有分兩派 一個是清修飯喝 一個是沒有 一個呢 是吃素的 一個呢 大部分他們都是吃肉 但是他們有結婚跟生子的 那請問 遇到這樣 難道你就說他不是修行人嗎 我丟這麼多問題給各位只是去想一想 到了藏傳佛教是佛提加也 對不對 金剛誌的教法 對不對 過去燃燈佛 現在釋迦摩尼佛 未來 當來下身彌勒尊佛 對不對 我這樣再講一遍 希望各位不要生氣 我不是說你聽完我演講 你就是要相信金剛誠 聽好 你不接受 但希望你不要去排斥 毀謗跟去傷害 就好像 你在學校裡 我是英文系的 你不讀歷史系 你不讀其他系 可以呀 但是你不需要把其他的系全部都關起來 這個學校只剩下英文系吧 對不對 你看中國六祖慧能大師 成為肉身 我調查一下 有中國去過廣東南華市 是劍骨六祖慧能大師的肉身請舉手 很讚嘆 你很有福吧 師父還沒有去過 你看 中國 波爾波羅蜜啊 真正修的是金剛不化呀 所以大乘 以前是也有很多政務的高僧 西藏 也有很多是佛菩薩的化身 所以希望你不要排斥 那這裡我有回答一個問題 專心聽 有人問我 師父 楞严經裡面講 這個楞严會上佛帝會說 我滅渡以後 我釋迦摩尼根 所有的佛菩薩 跟聖阿羅漢聖者 會千百會化度終身 但是有一個條件 楞严會上釋迦摩尼佛規定 你來的時候 不可以示現你的身份 我後面會跟你介紹 寒山 實德 大家知道是文書跟普賢的化身 風干禪師 是中國 阿彌陀佛的化身 那釋迦摩尼佛說 不可以示現你的 暴露你的身份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身份 若暴露以後 你得就走 離開這個人間 免得呢 佛教會被混淆 還有有人呢 會只得到自己 私人的真名 奪利 在楞严會上 佛有這樣講 在中國的傳承這樣 所以當六祖慧能大師 入面以後 我相信他一定千百億化身 在全世界弘揚禪法 利益大乘的眾生 但是他不會有六祖慧能大師 第二 再來 為什麼 因為中國沒有這樣的轉世傳承 到了藏傳佛教 不一定要 專心聽 Gamaba 他就是親自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你不要懷疑 他真的是 為什麼 因為他是要保持叫 Lineage Holder 歷代 Gamaba 只有一個 沒有兩個 然後呢 他是要保持 教法的傳承 表示這個傳承 是讓你值得相信的 現在呢 有個問題來 從大乘的角度 現在你會看到 東南亞很多人都會說 我是觀音菩薩來的 我是地藏王菩薩來 問題他講了 又不走 那是假的 你真的要有智慧判斷 可是在金剛症的教法裡面 他要說明他是佛菩薩的轉世 代表他是教法的傳承持有者 當然他來視線人間 一樣跟你一樣 會有生老病死 他一樣要吃飯 也要上廁所 可是他心中啊 是不會有苦的覺受的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好 接下來請看 對不起啊 因為我天天電腦壞了 前半段我在打 只能打英文 好 請看 我們講大春莊炎寶王金 好 今天第一天 我要建議 我觀察到現代人 有這三個通病 第一個 非常的情緒化 第二 非常的 批判別人 就是 雞毛蒜皮的事情啊 對不對 very critical 第三個 very sensitive in the negative ways 就非常的敏感 而且這個敏感是 負面思考 所以演變成 現代的人有很多 叫憂鬱症 好 請看 第一個 情緒化 你要怎麼辦 我覺得你要把你的心 給凝靜下來 中國道家 也有養生 可是我覺得呢 在佛法裏面 戒定慧啊 禪定是很重要的 各位老菩薩 不要輕視禪定 你好好的念佛 專心的念大悲 承受 這個也是禪定 但是你要訓練 讓自己的心定下來 舉一個例子 我們常常都有個經驗 每次要出門的時候啊 非常匆忙忙 對不對 進去 結果門一關 哎呀 我的鑰匙在裡面 不好意思 我也一兩次也曾經這樣 對 因為趕著要去上課 來不及 所以 我們的心喔 是很散亂的 佛陀曾經說過 生的時候匆匆忙忙啊 死的時候 你也不會很安詳 第二個就 very critical 這一點呢 新加坡的蓮友 可能要深呼吸了 我發覺新加坡蓮友 很有福報 長得圓圓的 住在這個國家 可是新加坡人很愛 complain complain 就是from critical even you can say friendly complain 可以 你為什麼要complain 這麼多啊 你可以表達你的聲音 對不起喔 對不起 我知道 大家也看到 最近台灣政治也很亂 師父也不想談 太亂了 全民亂亂講 全民真是亂亂講 這是不好 但是 我們從修行的角度啊 你要開始學 kindly understanding 還有 forgiveness 原諒別人是很不容易的 原諒別人是很大很大的慈悲的力量 我們吵架的時候都沒有好話 我們為什麼原諒不了別人 我們十年前 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的事情 我們都還耿耿於懷記在心裏 答案是呢 我們慈悲心不夠圓滿嘛 慈悲它也有深淺的 接下來再看 就是呢 負面思考 希望各位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好 寫下來 Positive thinking 並不代表立刻就改變 但是可以先改變你的心念 你會發覺這個世界上有很多 Spiritual teacher 都會告訴你 要樂觀思考 樂觀思考 有時候你來跟師父會課 師父也會給你鼓勵 不要害怕 往前走 你說師父你長得很好 可是呢根本不可能 錯 因為你的心就先認為不可能 那你就不會去改變 舉個例子 現在待會講完經 請問 各位全部人大部分要去做MRT 都向哪裡轉 向右 對不對 出了進民嘛 向右 沒錯啊 我也搭過啊 對不對 怎麼有些人沒有點頭呢 你搭的是新加坡不同地鐵嗎 你出了門 一定向右轉 對不對 那是方向正確 好 現在假如師父告訴你 你現在 不要搭地鐵換另外 左邊那邊有一排很多的公車 可是就告訴你 出了門就向左轉 就要去找公車 但注意聽 不是出了門 公車就在你面前 沒那麼快 還是要shoulder walking 你就說 我不要走 我老了 我累了 不 請你走一走 運動一點對你比較好 活動活動要活就要動 所以你往前走走走走個三分鐘五分鐘對不對 你看到那邊真的有一排就公車 你就有很多選擇吧 我要講什麼 Positive thinking 是轉變你心念思考的方法 是一個轉變的開始 但是並不代表一轉變了 立刻所有東西都會改變 但是呢 你若不轉變 永遠都不會變 所以我常說 如果你世界上做甚麼 對你做甚麼 我生活在這輛魂 Za 不需要做甚麼